連續三輪都是先發上陣 中間有好一段日子 都沒有看到他 轉到最前面 Marco 滑蠶 現在變成了守門員跟 Marco一對一 晃掉 栽奇角 GO Marco個人的一個標準基本動作 邱玉紅其實嘗試要在中間 但是以剛剛的位置來說 他真的是非常的一個被動 那Marco最後這一個 你看他在該把這個球控住冷靜的時候 其實他是非常的冷靜 然後但是當他已經不能再多帶了 因為除了守門員連防守者都趕上來的時候 他非常從容的 即使是重心有一點點不穩 還是趕快做的推測 所以必須要說 這剛剛在林正義的這一個鏟球上面 那並沒有做好 那在看這個球往旁邊來鏟 其實他就是必須要鏟得更往偏 這時候一定要輕掉才行 對 這時候其實不只有前面的雙箭頭 Marco跟吳俊金擺在前面 甚至剛才一度有四個人都擺在前鋒的位置 對 所以基本上的話 台鋼的一個打法上面來說 本來就是由這四個主要進攻的球員 來搞破壞 直接起腳 打拼 你看到Marco的這一個射門的進到 你會覺得 這好像就是喔 過去三年我們所認識的那一個Marco 對 對 再來看這是前面喔 Benchy的起腳 然後被邱玉宏給擋下 Marco本來就是個左撇子 所以在這個位置上面 看到正義在幾次的一個鏟球 他第二次 雨勢是越來越大喔 可以看到旁邊的攝影師們 還直接包在這個雨下 這個球 又是機會起腳 GO 第四顆進球 給隊長吳俊青做球了 對 所以我們前面提到的 在台鋼的這個攻擊的這四顆星 這四連星 今天現在是全部都開火了 對 哇 在台電這邊到底怎麼擋啊 尤家皇Marco 吳俊青跟Benchy 哇 四位的球員在今天都進球 這四個人呢 就把整個台電的這個防線呢 全部都可以搞破壞搞掉了 這一次是Marco的助攻 吳俊青喔 你看到這個球 左邊過來的球 但他其實目標是要打右邊喔 所以他一方面他身體的角度 做了一個側身 那特別是一瞬間的 現在台軍鋼鐵這邊喔 持續的用進攻來壓破台電了 又把球給塞到前面去了 Marco 直接起腳 遠射這個球 這個球 進了 GO Oh my goodness 第五顆的進球 在上半場 哇 這場比賽在台電的一個對死當中 可能會成為一個 他們遠遠的一個痛了 對 現在的話變成只是說 你怎麼樣去避免 然後把這一個難堪的歷史 變得更加的難堪喔 在這種數字上面的差距了喔 而且這一種 真的是世界波的一個遠調喔 再來看一下Marco 從這麼遠的一個距離喔 拿到球之後 一個非常遠射 哇其實有碰到 對而且邱玉宏在判斷上面 我們剛剛看到他這個球 因為球是有碰一下 喔 所以剛剛球是有稍微碰到了一下 林正義的腳 對 那在我們這一個 也是在同步在網路上面的一個 YouTube頻道上面直播喔 那也有球迷說 這個 我先看一下這是快攻喔 再晃再晃再起 還是想要用他的官用左腳Marco 對 那你是有球迷說 這個 如果真的要說 就是因為氣候啊 然後跟場地的因素啊 然後是目前的一個 造成這麼大的一個比分的分野 他認為這樣 可能是對 邱玉宏來相比的話 特別是在一個 哇 又欠了 哇 這個球是一個 當然是有點幸運啊 但你可以說這種喔 氣已經是在喔 這個 台灣鋼鐵這一邊呢 因為我剛剛 這個羅志聰教練 這是做出了 類似像Michael Jordan的一個動作 當年Michael Jordan呢 在呢 NBA的總冠軍戰呢 單場啊 投進六個三分球之後 做出了這種 哇 我就是神啊 怎麼樣 再來看一下這個球 遠射 在中間是有 碰到防守球員 變成一個折射 越過了邱玉宏的頭頂 再來看一下 哇 哇 正好打在了膝蓋上面啊 對 那這個球 讓他反彈的進去的是 是比過去困難得多了 對 而且風水或許還要輪流轉 是 今天在場上喔 已經是 帽子戲法的Marco 右側 傳到中間 給得漂亮 結果竟然是周後衛啊 宅輸得才來做一個突擊喔 好 越來越接近 拜仁跟巴塞隆娜的比分了 Marco今天三進球兩助攻 那整個台電呢 都在壓上搶攻的情況之下 回防了幾乎是沒有人了 嗯 那 謝伯安的這一個殘球呢 也是沒有把球給處理掉 又是打在了Marco的身上 對 這一次Marco給得漂亮喔 蘇德才在比賽86分鐘進球 把比數變成了8比1 那在進攻的整個組合方面的話呢 是要把俊卿推上去 還是打中場 那 風險是要用兩個老外 還是有其他的一個擺法 其實在這個賽季來說陣容 先發陣容原本在前兩循環 都是常常在洗牌 對 那到了第三循環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剛剛說到了 忌憚到這種累積黃牌的考量之外 喔 台剛的包括要打的陣型 再起交 這個就進了 第四顆 Marco 打四席啦 一般我們是進球的人 然後隊友來幫他擦鞋子 不過Marco現在說沒問題了 來 我幫你擦這張球 四進球兩助攻 台剛的九個進球 有六球跟他有關 哇 這是氣甲聯賽最可怕的黑將軍啊 真的是回來了喔 哇 給 這場的比賽再度的錦上添花 Marco今天 霍 好